好继续带你来看到中国国民党黄复兴黄荣华七区党部举办了110年第四届干部与党员的联系活动 中国国民党黄复兴黄荣华七区党部举办了110年第四届干部与党员的联系活动 邀请了黄荣华之党部副主委咬召人宣导思想共同 黄荣华之党部主委卢新荣市导建崇盛 华林县能屈服中心副主任陈俊元到场参与活动 主委卢新荣会中颁发同州专案 基优干部与新晋回复党员的证书 同时为黄玉复区党部七区新晋干部批战袍黄复兴背心 最后同时也准备了大蛋糕 邀请了12月份生日党员上台 以及全体与党员共同来庆祝127周年生日快乐 记者高松松 玉女正采访报道